哈喽大家好,我是幽灵 今天咱们继续来玩拆迁模拟器 这个拳头再熟悉不过了吧 没错,这就是一拳超人的拳头 咱们来测试一下它的威力 是我的期待值太高了吗 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呀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 这一下感觉还不错,比较有力道 这又是什么鬼 居然打不动 咱们换一边试试 还是打不动 非得打这边才能打得中 这设定也太诡异了 而且这个拳头是有冷却时间的 不能连续出拳 用起来反正是怪怪爱的 接着咱们来看看这一把榴弹枪 这把武器是可以调节高度的 这样榴弹可以打得更远 也方便掌握攻击目标 并且它是可以连续发射的 杀伤力也是不错的 咱们手上还有一把脉冲枪 来看看它的威力是怎么样的 哇哦,汽车直接是被打烂了 咱们再去试试对面的楼房 嗯,nice 一枪就把楼房给打穿了 脉冲枪在发射的时候 会有一个蓄力的效果 所以它的穿透力 也是这样体现出来的 现在咱们面前有很多的僵尸 它们想要冲进来 嘿嘿,不用这么麻烦 来来来,让我用脉冲枪 直接把你们送走 脉冲枪的感觉 还是有点不过瘾啊 还是得用榴弹发射器啊 对嘛,摇的就是这样的杀伤力 咱们把这些小僵尸全部清理干净 这些零零散散的 把它们全部敲敲碎 OK,搞定 最后咱们手上还有一个黑球 它可以释放出一团黑气 这一团黑气是有引力效果的 周围的这些物体慢慢的全部都会被吸到一块 现在这些汽车已经是卷成一团了 它的威力会越来越强 就连高楼大厦最后都得吸过来 哦,不行了不行了 我都被吸进去了 好的,咱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会 咱们下期再会